我们的轴成为了神的义 第一册 作者 保楼虫 《罗马书》第一章介绍 使徒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使徒书 可以看成圣经里的财富 他主要介绍如何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获得神的义 比较罗马书和雅各书 有些人把前者定义为珍宝般的画 后则稻草般的画 但是和罗马书一样 雅各书也是神的道 唯一不同的是 罗马书珍贵 因为他概述了圣经 而雅各书的珍贵之处 在于他是教导义人 按神的旨意生活 随似保罗其人 让我们先热读一下 罗马书第一章一至七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奉召为使徒 特派禅神的福音 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和圣经上所映使的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说 是从代为后一生的 按圣上的灵说 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我们从他受了恩惠 并使徒的职分 在万国之中 叫人为他的民信服真道 其中也有你们这蒙昭 属耶稣基督的人 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 为神所爱 奉召做圣徒的众人 让恩惠 平安 成我们的父神 并祝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这段经文可以看成 保罗对罗马基督徒的问候 保罗称他们为耶稣基督的仆人 耶稣基督成了神的义 第一章提出 谁是保罗这个问题 他是一名犹太人 在赤大马士革的路上 遇见了复活后的主 被主减闪的器皿 使徒行战第九章十五节 向外邦人传播福音 保罗根治献祭制度和旧约的预言 传播真福音 第二节 使徒保罗根治旧约里的话 全播福音 他把神的福音定义成 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 在圣经上所应试的 通过这节经文 我们发现使徒保罗 以至旧约中的献祭制度 全播碎和圣灵的福音 而且第二节表明 保罗是被拣选出来做福音工作的 借众先知 在圣经上 意味着神应时 差遣在旧约的献祭制度 或预言中出现的耶稣基督 旧约的所有先知 包括摩西 以赛亚 以西节 结里麦芽 和旦以礼 都见证这个事实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涨价天下的罪孽后 在十字架上死亡 使徒保罗 全播的福音 是怎样的呢 他全播 水和圣灵的福音 讲述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有些人可能说 旧约里的话 已经过时了 其他人坚持同样的观点 以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十三节中的话 作为正知 有些著名的福音传道者 甚至忽视了全部的旧约 但是 神通过旧约向我们应许 他借新约里的耶稣基督 实现了他的应识 因此 在信仰世界里 没有旧约就不存在新约 同样 没有新约里的道 也不能实现旧约里的道 使徒保罗 是为神的福音 而被拣选出来的 那么 问题是 他全播哪种福音呢 他全播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更致旧约 借水和圣灵的福音 把我们拯救出一切的罪孽 这个世事 因此 无论我们什么时候 全播水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都应按照旧约的预言 和献祭制度去做 只有那时 人们才会相信 水和圣灵的福音是真理 新约实现了旧约应试的话 在新约的开头 我们发现经文强调 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 及其在十字架上的流血 旧约的核心是献祭制度 这是罪人守旧的办法 他必是在守罪身的头上按手 叫他流血而死 才能罪得赦免 既然在旧约里 有为了设罪的按手 及献祭动物的流血 那么 在新约里有什么呢 耶稣接受的洗礼 即在十字架上的流血 另外 旧约中提到的大祭司 立位祭十六章二十一节 相当于新约里的施洗约翰 第三和第四节 讲述了同样的问题 耶稣是怎样的人呢 这节经文解释他的普通质量 从身体上讲 耶稣出生在大卫的后裔 从圣灵上讲 他被看成神的儿子 因为他靠能力从死亡中复活 因此 他把随和学赐予那些信他的人 成了救世主 对于那些相信的人 耶稣基督成了拯救的神 王中之王 天上荣远的大祭司 在母先基督教神学里 耶稣的神性被否定 这些神舍则称 他只是一位杰出的青年 但是 根治新神学 所有的宗教都有得救 因此 在自由神学院里 人们坚持认为 他们必须接受 屈膜 佛教 天主教 以及世上其他所有的宗教 所谓的自由神学 或新神学 称凡事都应该受尊敬 因此 常人力必须团结成为一体 但是 圣经里明确地说 神在起初创造了天和地 那么 谁是这位神呢 他就是耶稣基督 基督是用油投高的意思 在旧约里 国王或先知 要在头上被大祭司投油高 因此 耶稣子王中之王 否定耶稣的人 不是神的信徒 现在 全世界的百姓信仰都毁到了 宗教都元来的普世教主义 他们赞美和崇拜神的同时 又融合了各种异教 如佛教 柔教 有时 会众像佛教头那样拜神 有时 又像基督徒那样拜神 食物混合在一起 也使是可口的 但说到信仰 越成越好 因此 第三和第四节 谁是耶稣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他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写明的神的儿子 基督成了我们的主 我们的救世主 第五节和第六节 讲述保罗 因神成了一名使徒 他成了一名见证人 向外包人传播福音 使他们靠信仰耶稣基督得救 使徒保罗有哪种权柄呢 正如第七节手写 使徒保罗有权柄以神的名赐福耶稣里的信头 使徒保罗的权柄指手灵的权柄 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名赐福所有人 因此 保罗说 让恩惠 平安 从我们父神并走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这里 我想对这项祝福再思考一番 好像使徒保罗有祝福百姓的权柄 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在周日结束崇拜 我们都应以祝福做结束鱼 神希望向圣徒赐这种福气 祝福的话是这样子的 让我们从明俗记第六章二十二节开始 耶和华小日母喜说 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 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 说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恩赐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扬脸 赐你平安 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 我也要赐福给他们 大祭司亚伦及其儿子被告知 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 如果他们这样祝福以色列人 实际上神也会按圣经里说的那样祝福他们 当我们阅读所有的保罗书信时 我们发现他经常说 我们主的恩典与你们同在 这意味着祝福的不是他自己 而是神在祝福 因此 每当结束他的收信 使头保罗总是祝福圣徒 保罗有全秉赐福神的百姓 并非所有的基督徒牧师都得到这全秉 相反 他只给予神的仆人 当神的仆人祝福 说他们真心祝福他人时 那么神实际上也会跟之仆人的祝福 赐予这些福气 神不但把天上的全秉赐予他的仆人 而且还赐予所有重生的圣徒 神说 你们赦免谁的贼 谁的贼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贼 谁的贼就留下了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三节 他把这种全秉赐予所有的义人 因此 当心不可抵抗重生的圣徒或他的仆人 这和抵抗神是一样的 因为神已把祝福与祖祝的全秉赐予他的使徒 仆人和义人 使头保罗希望把守灵的恩典赐予圣头 让我们阅读卢马书第一章八字十二节 第一 我靠着耶稣基督 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 因你们的信德全遍了天下 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 用心灵所侍奉的神 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 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 或者照神的旨意 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 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 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 使你们可以兼顾 这样 我在你们中间 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 就可以同德安慰 首先 使徒保罗为何感谢神 他因为罗马的基督徒而感谢神 因为他们信仰耶稣 福音通过他们全播给其他人 在第九和第十节 我们或使会提问 使徒保罗在全教旅头为何去罗马呢 原因是 如果死和圣灵的福音当时被全播到罗马 他就有可能全遍全世界 就像今天 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美国一样 古代的罗马是世界的中心 正如艳语所说 条条道路通罗马 现在我们做的使徒工作 在美国传播福音 如果我们在美国传播 这四和圣灵的福音 就会诞生使徒的传教士 他们走到全世界 向他人传播这美丽的福音 因此保罗希望去罗马 保罗所说的属灵的恩典 第十一节写道 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 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 使你们可以兼顾 使徒保罗分给属灵的恩赐 使他们兼顾是什么意思呢 他所说的属灵恩赐 是我们全部的 水和圣灵的福音 第十二节写道 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 就可以同德安慰 保罗说 把属灵的恩赐分给百姓 使他们可以兼顾 鼓励百姓和保罗一样 所有的教会成员都明确理解和信仰 水和圣灵的福音 但有些名义上的基督徒 仍然不信仰这个真福音 同样 罗马的教会可能是要更新福音 因此 使徒保罗说 他可能因彼此的信心得到安慰 事实上 由于得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 我们在神面前得到安慰 我们的心在和平里安息 没有水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不能在和平里安息 另外 他说 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 使你们可以兼顾 这属灵的恩赐 就是水和圣灵的福音 只有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他才能成为神的子女 领受福气 但是 人们如果不知道 水和圣灵的福音 即使在某种程度上信仰耶稣 比如 戒烟 戒酒 不做坏事 顾着善德和诚信的生活 又有什么用呢 他们的行为与神的义无关 神的义 比人的义更伟大 把人吸引到教会里并不难 但更重要的是 像这些新的信徒 全波碎和圣灵的福音 使他们 搬带在天上 手灵的恩赐里 得赦所有的罪孽 成为神的子女 使徒保罗 希望罗马的圣头 因他自己的信心 得到安慰 所以他说 这样我在你们中间 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 就可以同德安慰 因此 使徒保罗必是向教会的会众 传播真福音 叫他们有信心 使他们靠他自己 对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心 更加坚固 他必是向罗马教会的信头 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 告诉他们这福音的真实内容 这就是使徒保罗 与当今世界上其他福音 传道者的不同之处 使徒保罗在写给 罗马教会的信中说 他要分给他们属灵的恩赐 使他们可以兼顾 因百姓和他彼此的信心 可以同德安慰 这次今天教会里传教是 因从使徒保罗那里学习的内容 使徒保罗常常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由此辨别真兄弟与假兄弟 现在 有些教会组织一群人 接受为期六个月或一年的旅论学习 最后受习 就是这样 他们受习且不论他们是否知道 耶稣成就的水和圣灵的福音 换句话说 即使人们成了教会里的成员 他们也不能成为神的子女 获得神的义 今天教会里的全教师牧师 唯一的要求 就是新信头做的事情 是牢记使戒和使头信经 如果新信头通过记忆试念 那么他们就问 你们准备戒酒吗 戒烟吗 或者是每个月上交十一岁吗 你们要过好生活吗 欧洲 亚洲 和全世界的教会 远离神的义 原因就在于他们追求人的义 现在 即使在韩国 或所谓的亚洲的耶路撒冷 基督徒的人口在下降 现在 没有人愿意上教会 除非教会里执行特别的活动 柔赞美节或流行音乐节 即使有人来 一般的步道也针对年轻人 主题柔 不要抽烟 顾善德的生活 守圣日 都做自然的工作等等 日神的义毫无瓜葛 因为人类容易犯罪 太脆弱 无法停止犯罪 他们只能依靠主 因此 当人们走进神的教会时 我们应向他们全播 水和圣灵的福音 使他们获得神的义 对于他们 我们应该全播神的义 说你我已经无罪了 尽管我们仍然不足 务必牢记在心 他人在信仰神的义 变得无罪后 才能根治神的旨意 生活 只有罪孽问题被解决后 他才能传播福音 我们自己解决罪孽的问题之前 无法重置向他人传播福音的工作 除非自己的罪孽问题被解决 否则 他绝不能向他人传播福音 经上说 使头保罗向他人分给真正的守灵恩赐 保罗所说的恩赐 不是当今基督教在五顺节运动上说方言 或者医治的礼物 大多基督徒把某些奇怪的现象 如意象 预言 说方言 医治疾病 似为恩赐 但是 这些东西不是从天上来的守灵的恩赐 祈祷时看到意象 肯定不是守灵的恩赐 人三天三夜不能肉碎 每当听到奇怪的声音就疯狂的尖叫 或者在山洞里发疯 都不是神的恩赐 人自称能说其他语言 喊叫一些奇怪的单词 啦啦啦啦啦 在地板上不省人事 舌头打转 都不是接受圣灵的景象 相反 这里精神不稳定的病人 在精神病发疯 但是 有些所谓超凡省力的信仰夫性主义者 坚持认为他们能教导基督徒说别国的语言 或者如何接受圣灵 他们在做的事极其错误 他们拥有的信仰肯定不正确 当我们忠诚地从事神守灵的工作时 跟随走时 圣灵的活水就从我们心里流出 当我们少做肉体上的事情 圣从守灵的事情时 圣灵之水就洋溢在我们的心里 基督徒因信仰随和圣灵的福音 获得罪孽得赦赦守灵的恩赐 有些人现在说 无数基督徒正通过当今教会的椅子奔赴地狱 这表明今天的教会鼓励人的义 而不是神的义 兄弟们 即使人在上教会后 积累了使得人的义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通过这种行为 领受了守灵的恩赐 我们应靠着对随和圣灵福音的信仰 在心里接受神的义 使我们能获得守灵的恩赐 让我们阅读第13和17节 兄弟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 要在你们中间得心果子 如同在其余外邦人中一样 只是到如今仍有隔阂 无论使希腊人 外邦人 聪明的人 愚拙的人 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请愿尽我的力量 将福音也全给他们在罗马的人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因为神的意义正在这福音上 显明出来 这意思本于信 以至于信 如今上手记 亦人必应信 亦人必应信得生 使徒保罗想去罗马 但是他没有成行 因为他受到了阻挠 所以他得祈求 传教工作的大门打开 同样 我们通过文学作品 向全世界传播福音时 应做同样的祈祷 只有当我们祈祷时 神的心才会被感动 只有当神为我们打开大门和道路时 我们才能向全世界传播 谁和圣灵的福音 保罗欠所有人的债 在第14和15节 保罗对谁说他欠债 他指什么债呢 他说他欠希腊人 又欠外邦人 他欠他们 随和圣灵福音的传播 他补充说 他既欠聪明人 又欠愚着人的债 因此 他希望尽最大的努力 向那些在罗马的人 传播福音 因此 使徒保罗写信给教会的目的 是全播真福音 他发现 即使在罗马教会里的那些人心里 谁和圣灵的福音 也没有因信受力 因此 他把这福音 视作圣灵的恩赐 所以 他要把谁和圣灵的福音 全部给 即使已经在教会里的那些人 还要全部给天下所有的人 他说 他欠聪明人 愚着人 希腊人 和所有外邦人的债 保罗欠什么债呢 他欠的债 是向天下所有人传播 谁和圣灵的福音 他坚持向世人 传还所有的债 同样 即使现在 拥有谁和圣灵福音的人 也欠 全播福音的债 他们必是 传还的债 就是 传播福音的工作 这正是我们目前 必是向全世界传播 水和圣灵福音的原因 人们错误地认为 只有在十字架上的血 才能拯救一切 但是 圣经族见证的天上福音 是水和圣灵的福音 这也是使徒保罗 见证的福音 因此 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 他洗肉耶稣基督 也洗肉他的死亡 因为在罗马的教会里 有些名义上的基督徒 只信十字架上的血 保罗想为他们 解开耶稣基督 洗礼所隐含的奥秘 同样 我们应把水和圣灵的福音 全部给那些 虽然长时间生活在教会里 但还没有听说这福音的人 有些基督徒被问到 是否有罪时 他们认为这个问题 本身毫无意义 目视他们的人格 但是 这个问题事实上极其重要 无限宝贵 如果人类因罪注定下地日 谁向他们提这个问题 为他们提供解决办法呢 只有信仰水和圣灵福音 重生后 在心里无罪的人 才能提那种问题 才能向他人做正确的回答 只有重生的圣头 才能向罪人传播他们以前 从未听说过的这可靠的福音 既水和圣灵的福音 使他们获得重生 圣地们 既是人信仰耶稣 但没有重生于水和圣灵 那么他既不能看见神的国 也不能进入神的国 因此 当你们日间那些 向你们全播水和圣灵的福音 使罪人领受罪孽得赦的人时 请心曾感激 那时你才能获得极大的赐福 保罗不以福音为耻 在第十六节 什么是使徒保罗不以为耻的福音呢 是水和圣灵的福音 保罗称之为我的福音 是为极大的自豪与崇高 而不觉得为耻 他不以水和圣灵的福音为耻 因为这福音使人完全无罪 破坏了风格人与神之间罪孽的障碍 人们只信十字架上的血 能清洗罪孽吗 用这种信仰看似可能清洗 至今所犯的罪孽 但不可能清洗我们未来的罪 因此 有这种信仰的人 每天做悔改的祈祷 千方百计清洗他们的罪孽 他承认他们的心里只有罪孽 他们是必然的罪人 这些有罪的基督徒 无法真诚地向他人传播福音 因为他们拥有的福音 对于他们已不再是好消息了 福音在希腊语中是 有个Lying 换句话说 这福音有能力驱散世上所有的罪孽 唯一的真福音柔腾炸药 是这真福音消灭了世上所有的罪孽 因此 像保罗这样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 有能力消灭罪孽 不以福音为耻 现在 即使基督徒也觉得传福音可耻 但是 那些拥有神的义的人 坚定地站出来传播福音 觉得无比的高贵和荣光 使徒保罗传播福音时 不觉得丝毫羞耻 因为他传播的福音 是死和圣灵的福音 因为这美丽的福音 是神拯救每个信仰者的大能 这福音是强大的福音 云时信仰的每个罪人得赦 无论谁传播给他 如果听众在心里接纳这福音 天下的罪孽就完全得喜 但是 只有十字架上的血的福音 带给人们是不完整的拯救 也就是说 他告诉人们 只能消灭原罪 因此其他的罪 只能通过日常的悔改祈祷 才能被清洗 他还给听众留有罪的余地 耶稣只仇斥部分的罪 是因为他的能力有限吗 既然耶稣熟知人类 他不会留下任何的罪 他借死、血和圣灵 斩价了所有的罪 我相信凡听到和信仰耶稣洗礼 及其在十字架上流血的 这美丽福音的人 都能获得完整的拯救 因此 这福音对每个人 包括犹太人和希腊人 都有同样的能力 谁和圣灵的福音所权之处 凡信仰耶稣的都云使 从罪孽中得救 另一方面 谁全播谁和圣灵福音之外的东西 他就领受神的愤怒 所以保罗说 但无论死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全播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诅咒 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 使徒保罗明确地说 在所有的福音中 只有谁和圣灵的福音 才是正确的 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 无论信仰伊斯兰教 柔教 佛教 道教 太阳神 或者是其他别的东西 每个人都有机会聆听福音 此外 谁和圣灵的福音 使他们有机会 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 所以 我们应全播耶稣基督是神 他创造了宇宙 他以人生的模样 来到世上拯救我们 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斩驾我们所有的罪孽 他在十字架上死亡 接受我们罪孽的审判 因此 使徒保罗不以 死和圣灵的福音为耻 即使十字架上的福音 是羞耻的福音 死和圣灵的福音 也完全不可耻 而是一种可靠的 有能力的福音 洋溢着自豪与尊贵 凡信仰这福音 都能应信 获得圣灵的充盈 因为他成了神的子女 我再次对你们说 死和圣灵这美丽的福音 绝不是可耻的福音 但是 只信十字架上的血的福音 是可耻的 基督徒们 你们是否每当全播 只有十字架上的血的福音时 就感到可耻 你们在信仰和全播 不喊耶稣洗礼 只有血的福音时 才感到羞耻 因为你们觉得全部 这种无论的福音可耻 你们始终在呼喊主 用方言做狂热的祈祷 使你们的感情充满 然后才上街呼喊 信仰耶稣 信仰耶稣 这种事情 只有头脑发热的人 才做得出来 但头脑冷静的人 绝对做不出来 所以 那些只信十字架上血的人 每当上街传播福音时 总是大呼小叫 造成极大的骚动 他们把扩音器放在嘴边 一个劲地喊叫 信耶稣 上天堂 不信 下地狱 但是 随和圣灵福音的信头 传播福音时 有声势的风度 他们一边打开圣经书 一边喝茶 与人聊天 什么是神的义的福音呢 在第十七节 什么东西 写明在基督的福音里 他说 神的义 写明在神的福音里 神的义 完全写明在这真福音里 因此 他说神的义 写明在里面 这义本于信 以至于信 义人只能因信得生 举传播十字架上 学的福音 不含神的义 兄弟们 如果说既是得赦了原罪 他也必须每天为自己的日常罪 做忏悔的祈祷 仍能渐渐圣化 最终成为一名完全的义人 那么 这种信仰包含神的义吗 这不是神的义 所写明的东西 写明神的义的东西 全部完美的内容 谁和圣灵福音 自始自终 全部完美的福音 你们这些人 做日常的悔改祈祷 因为你们每天犯罪 好像你们必须用 无花果授业 做新的裙子一样 每天 每周 或每月 遮盖你们可耻的一面 一个人 做日常悔改的祈祷 反复成为罪人 就好像用无花果授业 遮盖他自己羞耻的身体 这就是只有信十字架上 血的福音的宗教生活状况 他们是愚着的 不想穿神 白白赐他们的皮衣 而乐宇穿无花果授业 做的裙子 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 是耶稣洗礼的结果 耶稣能斩驾我们的罪孽 靠的不是在十字架上的流血 他受洗时 斩驾了我们的罪孽 然后走向十字架 背负天下所有的罪孽 死亡收回世上的罪孽 因此 十字架是他接受洗礼的结果 因为耶稣借他的洗礼 斩驾了我们的罪孽 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 是收回我们所有罪孽的 罪中行为 耶稣在十字架上 接受罪孽一切的咒咒 因为他受洗了 那么 我们如何才能得到神的义呢 我们知道和信仰 谁和圣灵的福音就获得 你们或是会问 你是谁和圣灵福音的信头吗 对这个问题 我会立即明确地回答 是的 获得神的义的秘密 就是信仰谁和圣灵的福音 原因就在于 谁和圣灵的福音是真理 他显明了神的爱心和他的义 还因为谁和圣灵的福音 包含了神百百次忍利的罪孽赦免 奏他子女的方法 以及容身的赐福 从而使人在地球上接受圣灵 以及身体和守灵的赐福 使徒保罗说 神的意完全显明在他 传播水和圣灵福音里 因此 提出人的意 而不知神的意 就好像在神面前犯了罪 而且 指信仰十字架上的血 不包括神意的福音 是假福音 神的意 指他所全可靠的 随和圣灵的福音 旧约和新约 柔同把我们拯救出 罪孽的一对姐妹 旧约为新约做整备 新约实现了旧约里应试的话 神赐于我们完全写明 他的意的真福音 把我们拯救出天下的罪孽 因此 他把人类拯救出了 所有的罪孽 此时此刻 全世界都应回到 水和圣灵的福音上来 把人们拯救出 罪孽的唯一的福音 就是最初的 水和圣灵的福音 弟兄们 全世界必须回到 水和血的福音上来 他们必须回到这个 包含了神的义的 水和圣灵福音上来 原因是 水和圣灵的福音 是能够把我们拯救出 罪孽的唯一真理 只有包含了神的义的福音 才能拯救我们 使我们无罪 把我们变成神的子女 况且 我们心里的圣灵能保护神的子民 这圣灵为我们祈祷 赐福我们 荣誉和我们在一起 赐予我们容身的礼物 看到那么多人 甚至不在意这福音 这是令人着急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信仰 这四和圣灵的福音 明确理解 耶稣的洗礼 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 并不是因为他牵尸 才接受的东西 他受洗的原因 是为了担当天下所有的罪孽 妇人所生最伟大的人 约翰在施洗时 把手按在耶稣头上 这与大祭司在旧约里 在没有残疾的 守罪身头上按手配对 立位记十六章二十一节 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 是他斩驾罪孽 到自己身上的结果 他与守罪身 经过按手后留学而死 相配对 因为水和圣灵的福音 在旧约和新约里都提到过 任何人信仰这福音 如果遗漏这最初的福音的 任何部分 都是错误的信仰 耶稣到世上做的最重要的 和最首要的事情 就是接受约翰的洗礼 如果你们认为 他的洗礼只是一种象征 耶稣受洗是出于他的谦慎 那是大错特错的 什么样的人是异端 提督书第三章第十节写道 分门结党的人 紧借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 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背了道 犯了罪 自己明知不是 还是去做 分门结党的人自我定罪 自我定罪的人意味着他承认自己有罪 因此说 我是罪人的基督徒 就是分门结党的人 既异端 金善说 紧借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 因为这种基督徒 背道 腐败 无罪的圣徒 不应靠近这样的异端 他是自我定罪的人 因为他自己的信仰和宗教生活腐败 在神面前犯了不可饶受罪孽的人 不希望靠信仰祟和圣灵福音 成为无罪的人 而是即使犯罪 在神面前执觉他完整的拯救 却说他仍是罪人 但凡自我定罪 同时认为尽管信仰耶稣仍然有罪 因此自称罪人的都是要下地狱的异端 有先基督徒在汽车背后贴纸条 说那都是我的错 从人的角度来看 这句话听起来很善意 很温暖 倘若就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下地狱也是自己的错 分门结堂是自己的错 受诅咒也是自己的错 都是我的错 是一种荒谬的说法 说什么人可以和善的生活 但是支持这样口号的人 认为他可以和善的生活 这是直接挑胜神的话 神说人是罪孽的种子 那些追逐人类思想的人 最终只能遭受各种诅咒 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自我定罪 那么你们应该再次仔细地阅读 我对罗马书第三章的步道 罪得赦免不是靠称义的教义 罗马书对此有非常详细的解释 使徒保罗早就知道将来人们怎么说 所以他明确地告诉我们 罪得赦免意味着真正的无罪 而不单单是称罪人为义人 他还明确地见证 只有死和圣灵福音才是真理 所以只信十字架上的血的人 阅读罗马书时 就成了瞎子和龙子 使徒保罗给罗马人的书信 是伟大的经文 他见证了死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信耶稣之前是罪人 但信耶稣之后 我们成了义人 我们要成为心里真正无罪的义人 这才是我们拥有那种 正确信仰的办法 我希望尽管此时人们的信仰 还不完全 但最终他们的信仰将达到完美 只要他们在重生教会里 聆听死和圣灵的道 请通过这些步道 更多地了解死和圣灵的福音 肯定真理得到 我相信神将极大的赐予我们天上的福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